那這也給我們看見這個聚會的一個榜樣 那祖復活之後呢 祂也祖父他們說啊 欸你們要這個留在耶路撒冷 在那裡等候父所應許的聖靈 所以呢 那個時候就有一百二十人啊 他們就聚集在那裡啊 這個有禱告 那禱告了十天之後呢 到了五旬節啊 這個聖靈就果真啊就降下來 那他們就被這個聖靈充滿 在那裡啊為主啊剛強的做見證 那這個當這個彼得跟十一個使徒啊 他們站起來在那裡傳福音之後啊 就有五千人啊信主受盡了 那這個教會就這樣被建立起來 感謝主 那當他們得救之後啊 他們也是啊就像這裡所講的 他們都堅定持續啊 在使徒的教訓和交通裡 持續剝冰和禱告 在使徒行傳那裡記載 他們是天天同心合一 無論是在店裡或在家裡啊 他們在那裡這個讚美神得眾禮的喜愛 那個主也將這個得救的人啊 天天與他們加在一起 感謝主 那這個都是給我們看見教會呢 聚會的這個關係 那在接下來我們請大家看第三大點 這個聚會呢 他也彰顯了這個身體的功用 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那裡就講到說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不然我們請姊妹們 讀這個第一處的經節 教會是基督的 卻有許多肢體 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 最多人是一個身體 基督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西里尼人 是為奴的或自主的 都已經在一位靈體受盡 成了一個身體 且都得以賀一位靈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 並且各自做肢體 來 畢兄弟 第二處 畢兄弟 聖略怎麼樣 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各人或有私歌 或有教訓 或有啟示 或有方言 或有關主來的話 凡事都當會建造 阿們 凡事都當會建造 謝謝主 這個 聖異山講到說 我們就是基督的身體 那我們知道一個人的身體 就是他這一個人的彰顯 這個 如果我在這裡說話的時候 你們看不見我 這個我就會顯得很奧秘 但是當我在這裡 你們看見我的表情 看見我的手勢 那聽見我所說的話 你們就對我就會有更多的認識 那同樣的感謝 這個我們的神 祂雖然是看不見的 但是呢就藉著祂在地上的教會 將祂彰顯出來 就如我們早上的這個撥餅聚會 這個餅只有一個 那我們每一個人都從這個餅裡頭 我們都拿了一塊餅來這個吃對不對 那這裡就像這裡所說的 我們眾人雖多啊 人是一個餅 人是一個身體 所以感謝主 我們是這個基督生理上的智體 那這個身體它怎麼樣顯出功用呢 在這個零前十四章 這個第二出經節這裡就講到 這個每逢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個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 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來的話 凡事啊都當未見照 也就是在聚會中啊 那也許弟兄姊妹他有啟示 有詩歌 那都可以在這樣的聚會當中啊 可以跟弟兄姊妹彼此來分享 那這個呢就能夠叫我們啊 得著造就 就能夠啊這個有彼此見照 感謝主 所以這個保羅他在詩章那裡也講到說啊 這個有的人他也許是眼 有的人也許他是兒 有的人是孔 有的人是手 那這個大家都有這個不同的功用 那但是藉著我們來在一起啊 在聚會中這個彼此配搭起來 那就成為一個完整的一個彰型 那這個可以講啊 眼睛幫助腳 耳朵幫助手 手幫助口 彼此呢就互相的建造 感謝主 那第二點呢 就是講到一個人敢一千 兩個人敢一萬 這是在那個生命記 三十二章三四節這裡 這裡講到說啊 若不是耶和華交出他們 一人焉能追趕他們千人 二人焉能死 萬人逃逃 這個以前我常常聽到這句話就是說 一個人敢一千 兩個人敢一萬 但是不明白說這個 這句話是從哪裡出來的 那其實他是記載在生命記 這個三十二章這裡 他就講到說啊 這個以色列人啊 他們這個跟這個仇敵爭戰的時候啊 他們能夠一個人敢一千 兩個人敢一萬 那這個你利用他就在這裡講啊 這個照著我們人的算法 一個人敢一千 兩個人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這個敢兩千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變成一萬呢 這個多出來的八千是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就是給我們看見說啊 這個兩個人呢 他們若是這個同心合一的配他的時候 他們就能夠啊 顯出這個八千的這個 神給他們這個更多的恩典 那如果說他們兩個是分開的 那就是一個人一千一個人一千 那加起來就是只有兩千 所以這個在家裡頭也是一樣 這個在一個家裡頭 若是這個弟兄跟姊妹啊 這個夫妻兩個人不能同心合一 那他們這個只能顯出兩千的功用來 但是如果說像我們前面所讀的那個經節 若有兩三個人 他們被聚集到主的名義 他們在那裡同心合一的時候 你就會看見神會給你更大的祝福 所以感謝主 這是神給我們看見的一個原則 那第三點就是啊 講到主在聚會中的同在 那我們再請姊妹們讀第一處 不論我所吩咐你們的 無論是什麼都教訓他們遵守 看啊我聘定與你們同在 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這個聖主他在升天之前啊 給我們的一個應許 也是給我們的一個使命和託付 這裡講說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無論是什麼 都教訓他們遵守 看我天天與你們同在 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聽說這是一個何等大的應許 主應許 祂天天與我們同在 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那弟兄請讀這個第二組 因為無論在哪裡 有兩三個人被拒絕到我的名義 那你就有活在他們中間 來 謝謝主 所以這裡又給我們看見了 足有這個與我們個人的同在 也有一個是聚會中的同在 就是一個團體的同在 那這個團體的同在 它自然更有力量 這個更厲害的一個同在 所以這個弟兄請讀我們千萬不能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 不能停止聚會 否則我們就會失去何等大的恩典 那第四點呢 就給我們看見這個聚會的原則 這個也是相當的緊要 這個聚會和聚會其實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我們基督徒的聚會 跟一般世人所謂的聚會 太一樣 那因為這個第一個呢 這個我們的聚會是歸於主的名下 在我們剛剛所讀的這個經節裡頭 這個講到被聚集到主的名裡 在原文也可以翻作 歸於我的名下 那這裡告訴我們說 什麼是歸於主的名下呢 也就是在這個聚會當中呢 不是我是中心 也不是某某弟兄 某某姊妹他是中心 我們聚會的中心 乃是我們的主 還好吧